朋友们大家好 恒大在全国有大面积的现在不能交房违约的事件发生 我们看看这儿有一段视频 政府为民作主 恒大共同教防 恒大无财心 拿房养无欺 立法为财 拿我不动 相信政府相信党 这是昨天9月16号江苏移兴的一些受害的准业主吧 只能说是准业主啊 因为这个房子看起来他们就是在恒大开发的楼盘里 看这样的外立面啊 包括这个是吧 这个这个窗户啊 门啊 整个这个大结构啊 都起来了 是吧 估计还差内部 那个水呀 电呀 暖呀 污水呀 上下水呀 估计就差这么一哆嗦了 是吧 但是你就是交不了房 是吧 当然中国的房地产商做了很多地方政府该做的事 自来水公司 煤气公司 燃气公司 是吧 这个很多市政道路 实际上在其他国家 是政府的一些部门做的事 中国都让房地产商 来兜底了 这个因为我搞过业主维权 我知道大概的情况 所以呢 羊毛出在羊身上啊 房地产商 高价卖楼啊 政府多收税啊 是吧 羊毛出在羊身上啊 在正常情况下 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是 一体两面 俩人好的跟穿一条裤子似的 睡一个被窝 但是他们毕竟是吧 即便是夫妻大难临头各自飞啊 也有同窗异梦的时候 一旦资金链断裂 房子交不了 可能就差这么一点 就差这么一点 地方政府 他也不会出钱出力 就等着你 就让你烂尾 老百姓活该倒霉 是吧 所以这个房子 你看着是挺可惜的啊 从外观上差不多了 我记得前一段重庆还是哪儿 那房子好几年烂尾啊 也没有门窗 也没有电梯 特别危险 但是有的业主实在是 真的是穷人 可能就抠着新的啊 省吃俭用的那么一套房 就不顾危险 那房子啊 连那个高层啊 中国都盖高层 多挣钱 还不管你死活 搬进去了 这你要是晚上 你睡觉 起了撒尿 起猛了 你走错方向 光当 就直接从窗户 都没有窗户 直接就摔死 孩子 那都有巨大的风险 门都没有 然后就 自己弄一个 简单的那个门帘 在那一遮挡 就住进去了 因为对有的人来说 他真的 他毕生 一辈子可能就买这么一套房 结果你把他坑了 对吧 他还不想说 钱多 我有很多钱 我有多套住房 还真不是 很多人真的可怜 这恒大太可恨了 我看好像远处有警察 穿蓝衣服的有一堆人 我们再看看 看远处那批穿蓝衣服的 蓝衣服的像是警察 像是警察 别说你维权了 这个你像我原来在旺京 我那小区 就搞点宣传 还不是一种烂尾楼 比这个情况要轻一些 轻很多 警察就来了 来干涉我 至少三次 甚至都不止 也许五六次 我都忘了 就我印象中 起码来三次 然后其他小区 我们附近有一个小区 叫荣科 荣科橄榄城 那个荣科橄榄城 他们要成立业委会的时候 牵头的是一个开广告公司的 有一哥们 然后我们小区有一个人 姓张 他老家是河南的 他在北京做一个跟汽车 有关系的生意 他是我们这的业主 同时在荣科橄榄城买的房 我不是搞这业委会 比较算有经验吗 他让我给他们去站脚助威 就我去的那天 那个人在那搞宣传 然后那天 他们还请来另外一个人 除了我之外 是那个三元桥 凤凰城小区的 业委会的那个牵头人 然后都让我们上去说一说呀 这样的 给大家鼓鼓劲 聚集了也不多吧 可能有几十个业主 他那小区有好多小山包 小山丘 人工造出来的 就在那 旁边也就来警察了 然后呢 警察跟谁站一块 你们知道吗 物业的人 是物业报的警 他们跟物业的 可能保安部的 那什么什么人 站在一起 在旁边冷眼旁观 干嘛来了 只要我们稍微有过激 马上他们就对我们来 我在我们小区 第一次吧 警察出动警车 也是物业报假警 他们可坏了啊 说我们非法集会 非法集会 我们怎么叫非法集会呢 小区是我们自个的 我们花钱买的 你物业都是我们请来的 实际上都不是我们请的 不请自来 叫事实服务 对吧 然后那个警察来了 警车 我就冲过去了 警察 真的我一点不夸张 第一条腿刚迈下来 第二条腿还没下来 我就冲过去了 我说有事吗 你干嘛来了 那警察说 物业报警了 他没说物业 他说有人报警了 说那个你们非法集会 哎 这时候物业那个人来了 物业那个当时的客服部经理 还带着一个手下一个小楼了 俩人来了 在附近倒没敢上来 是吧 然后那个 现在那小子成我们那个小区总经理了 一个山东的孩子 后来那警察 那警察长得吧 特别逗 长的是一个跟我这种脸 一看就是汉人 中国人 中原人 但是他的眼珠 是发绿啊 还是发蓝啊 眼珠的颜色很奇怪 那警察姓张 后来我说 我说凭什么说我们是非法集会 这小区一草一木 都是我们花钱买的 对吧 然后我们一帮邻居 给那警察围住了 给他围攻 那警察特怂 警察带了几个保安 特怂啊 被我们那帮老头老太给骂的 完了我就冲着那个物业 那个客服部经理 我冲他 我说谁报的警 谁跟这诬告的 站出来 你敢不敢站出来 给那小子吓得灰溜溜就走了 好吧 这个恒大啊 涉及了我听说八百个楼盘 没完工 这个一百二十万户 涉及五百万人啊 这事很严重啊 但是现在你看见了吗 就是同归于尽 我这有一个炸药包 炸药包的导火索 我已经给拉开了 再给你们五秒钟时间 谁来救我 是全体中国人买单 还是中国的银行系统 还是中国的中央政府 以及各级政府 反正亏了1.9个亿 2万亿 是吧 有的说1.85亿 有的说1.96亿 差不多2万亿 是吧 因为他力滚力呢 是吧 然后 反正我的钱 有一部分肯定转移到境外了 这还用说吗 是吧 听说前几年许家印 和那个段伟红啊 就是跟温家宝的老婆张培里关系不错那女的 他们一块到欧洲 跟那个贾清林的女婿李伯谈 搞那个茅台会的 还有一个浙江宁波的 叫余国祥的一个做建筑的大老板啊 到欧洲去 人家许家印说了 我要去看一艘船 说是香港的大老板 在法国停着一艘游艇 说价值一个亿美金 想买 但是现场一看 说那船装潢的装修的各方面的 也一般就没买 能支撑下去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